一場裡突然來了一群惡煞 帶頭的女子穿著白色短褲 一進來就大聲叫囂 其他小弟開始砸店咆哮 嚇得其他客人趕緊奔逃 過沒多久 一群人圍在櫃台前 和負責人理論 過程中還有小弟推打負責人 甚至強關店員總開關 要讓店家無法做生意 事件怎麼發生的 一百零五年六月份 在基隆某間遊艺場 當時這名短褲女子 就是太陽會成員 曾迎進的妻子 不滿遊艺場給她的退馬 比例過低 懷疑業者暗槓她二十萬 要求對方賠償五百萬元 業者不從 幫眾就推打負責人 強關店員雜店 警方獲報後展開調查 趁著掃黑期間 前往天道蒙太陽會的據點 展開搜索 並且收網逮捕 八名嫌犯 臉書上一張張照片 看得出曾迎進 和老婆的好感情 甚至還帶著女兒 一起拍全家福 今年四十四歲的曾迎進 綽號太保 是太陽會一帶虎的成員 還是領導的虎頭 心事相當凶殘 還在二零零二年 率眾雜毀 依周刊總部 這回愛妻心切的她 率眾替妻子出頭 成為掃黑頭號目標 但違法行為 恐怕又得入肩 和愛妻分隔兩地 記者嘉明 劉世偉 台北報導